大家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来聊一聊 民进党用大炮打小鸟 再一次的去修理管中民 而且这次是用法律来办他 就是把他送到工程会 大家去想想看 他讲的最主要一个理由 就是公务人员不能兼职 那公务人员不能兼职 大家都晓得 这兼职大概到什么样的程度 但是公务员也是人吧 尤其公务员在台大还是一个教授 他在这个社会上 他有善尽他对这个社会上 做真言做建议 表达看法的权利吧 这件事情完全不符合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是什么 他犯夺众的罪 我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 这件事情是管中民 有去投稿 有写专栏 在我的看法 我从政这么长的时间 从民意代表做到现场 我觉得这个就是政治事件 因为管中民不是你喜欢的人 管中民不是你要的人 而且你认为打管中民以后会造成寒蝉效应 你蓝营的人不管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我把你查的巨细米仪用放大金看 然后去找法条 然后想办法办理 吓死你们大家 这个不叫政治迫害 什么叫政治迫害 你们这些工程会的这些法官 所谓的法官 你们什么时候办案子办成这么认真了 什么时候办案子办到这么认真了 民进党多少贪污的案子 你办过了吗 工程会 我不必应该去举例 苏贞昌对于南部的登革热高雄的事情 你要不要办一办行政院长 你要不要办他赌职 你要不要办他说谎话 你要不要办他拿中央的资源 来迫害高雄人的健康 修国安法 修成这个样子 你们工程会要不要出来讲讲 公务人员有没有赌职 你行政院是扮演什么角色 侵犯人权这么严重的事情 现在民进党到处用国安法的理由 双子星的事情你要不要去查一查 你去查一查双子星有没有 公务人员有没有利用你的特权 赌职胡说八道 说双子星台北市这么重大的一个建设 没有涉及到任何真正的国安的疑虑 我们的政府不买华为的5G 你要不要办一办 5G我们要不要政府该做吧 你就听美国人的 最近英国才做一个调查 说华为的5G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走后门的问题 反而是美国的这些电讯设备 有这种安全疑虑走后门的问题 英国都已经查得很清楚了这样做 那蔡英文政府还讲说不可以用华为的5G 有没有问题啊 我觉得你们将来可能也要想想看 总统行政院长然后下的这些命令 是不是合法的 工程会你们这些去查一下好不好 你们不但拿大炮打小鸟 你还拿大炮去铲除政治上跟你敌对的力量 去破坏民主 很光荣啊 行政院长苏贞昌 你觉得很光荣吗 你觉得现在抓到这样大的一个权力 去铲除一级修理一级 你光荣吗 教育部部长 这个案子已经吵了多久了 换了几个教育部部长了 证明一件事 校园是自主的 学术是自由的 但政治人物都在干预 政府都在干预啊 工程会你要不要办一办啊 你敢吗 你们都是脑种 你们都是思维素三 你们是政治的加害者 蔡英文你更是混蛋 你更是中华民国民主法治的破坏者 大法官 你最后一年 你还敢任命 让你任命的大法官行事超过三分之二 你是中华民国宪法民主的耻辱 你破坏了我们的宪法体制 国安法的修正各位更要注意了 这就是真正的白色恐怖 是民进党的白色恐怖的开始 它是中华民国所有立法里面 所有法律里面最侵犯人权的一个法律 大家仔细去看一下国安法的修正 民进党这一连串下来什么 告诉你 你听我的 是我的族类 我就可以保护你 你不非我族类 我一定要把你宰杀干净 这不叫专制 不叫独裁 不叫暴政是什么 陈水扁 一个贪污 定验 被关在牢里的总统 竟然可以在外面 啪啪照 他明显地违反了保外就医的规定 没人敢抓他回去关 今天我在参选国民党总统的初选 我其实也很想问问看 我们所有参加国民党总统初选的人 对于管案是什么态度 对于蔡英文开始 苏贞昌你们这些人 违法乱纪 违宪乱法 这些人你要怎么办 你有没有勇气 当你当上总统之后 把这些违宪的法律通通废掉 这些违宪的人通通抓去关 但是我们会走一个民主的程序 我们会走我们现在法院来走 我不会像你们这边要羞羞脸 不要脸 用工程汇聚 管中敏这件这么小的一件事情 去整人家 构陷人家入罪 然后让人家入罪 以后呢 罗兹所有的罪名 告诉社会的大众 我告诉你 司法权抓在我们手里面 审判权抓在我们手里面 检调的权力 我抓在我们手里面 法务部的权力抓在我们手里面 大法官的视线 宪法的权力抓在我们手里面 你们哪一个国民 敢跟我民进党对抗的 通通抓起来 我今天讲的任何一点 请大家听到以后仔细去看 看我周锡伟今天有没有讲错任何一句话 我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 正确的是什么 蔡英文带头的民进党 你们这些 真正今天的所谓我们国家的 特权特贵 破坏了我们国家的宪法 破坏我们国家的司法 破坏我们国家的教育自由 破坏我们的人权 破坏我们的言论自由 破坏我们所有一切的权利 你还能够容忍这样的一个政府吗 你还可以容忍这样的一个执政党吗 如果今天大家把管中民的事情 当做只是他个人的事情 我告诉各位 你就错了 如果今天7月7号国民党上街头 还只是一个铁龙公投 那国民党也错了 这一场的上街头 可能后面还有很多场 是我们争我们自己民主法治的街头运动 是我们要把那个违法 毁宪的蔡英文赶下台的时候 是我们要开始团结所有的国家的人民 争取我们自己人权 民主法治的时候 如果我们今天还沉默 我告诉各位 我们不会有我们的人权 不会有我们的民主 我们的子孙也不会有人权跟民主 更不要讲法治了 所以今天管中民案的这个事情 大家仔细去看一下 想一下 然后想想看 民进党最近开始所有的一切 毁宪毁法的一切的作为 大家就想清楚 这样的一个蔡英文 我看武则天都比他不如 这样的一个苏贞昌 我看所有的民主的院长 都没有办法想象 做一个行政院长 可以做到这样子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中华民国的民主 被民进党还要被践踏 遭它破坏到什么地步 那我们大家还要容忍它到什么地步 如果我们选择沉默 我们是走向民主的死亡 如果我们选择沉默 我们再对民进党的蔡英文这些人 再去姑息 再去妥协 我们就是放弃了我们自己 宪法给我们的人权 如果我们今天还对民进党 不敢大声的指责 不敢跟他对抗 我们所有民主监督的制度 都会被毁坏掉 到那个时候 就是民进党蔡英文带头的 所有的民进党这一群 绿色的恐怖分子 会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回到极权专制的时代 肃杀之气 民进党会让我们所有的人 都不敢讲出真话 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要向他的拳头 向他的恐怖低头 各位 中华民国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阶段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努力 大家一定要出来向民进党说不 也要出来指证民进党的错误 我希望7月7号的上街头 大家一起来 我们要推倒民进党 我最近更觉得 我们应该要罢免蔡英文 我们要罢免蔡英文 我不认为我们还要再等到1月11号 当民进党的席次在立法院 可以有绝对的多数 去随便去立违背宪法 抵触宪法的法律 去剥夺人权的时候 我觉得不要等到1月11 因为在1月11号之前 民进党还会去立许多的恶法 来整肃异己 来执行白色恐怖的恐怖统治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街头 在这个时候 应该要去罢免蔡英文 要展现我们的力量 应该要做这样的事情 谢谢大家 不好意思 在中午的时间 讲一段 让大家这么不开心的事情 请大家多多包涵 大家多多指教